Bone Fact 小幫鼠 哈囉 今天要來介紹哈利波特社大學院的差別喔 那跟以前一樣我們現在來換衣服吧 Transfiguration 登登登登 今天是電影版制服喔 有沒有看到我一身黃黃的 是哪一個學院呢 沒有怕 就是最近非常火黃的 賀夫帕夫喔 雖然史萊哲林跟葛萊芬都一直是 最受到大家喜愛的兩個學院 而另外兩個學院 賀夫帕夫跟雷文克老舟 非常沒有存在感 但是呢 因為現在新的電影 怪獸與他們產地上映了 讓賀夫帕夫這個學院 越來越受到訪問 而我也是非常非常開心 因為我每次做分類貓的心理測驗 都是被分到賀夫帕夫的 所以我就是身在賀夫帕夫 心在史萊哲林的巫師 賀夫帕夫是最具包容性的學院 他們學院特別注重 正直 誠實 努力 跟公平競爭 而且這個學院的學生 也特別的情分友好 沒有錯 就是在說我啦 而且賀夫帕夫是 所有學院裡面 最少出現黑巫師的學院了 這可能跟大家都很友好有關 接下來就是賀夫帕夫的小得料啦 教育廳的地點是在哈利波特的小說裡沒有出現過的 在地下室廚房旁邊 是唯一帶著房外人闖入裝置的教育廳喔 代表顏色是黃色跟黑色 代表元素是土 代表動物是 代表人物有 怪獸與他們產地裡面的男主角 紐特斯卡曼德 還有哈利波特三屋鬥法代賽 代表霍格華茲參賽者西追迪格里 那今天對賀夫帕夫的介紹就到這裡啦 那有沒有想要跟我一樣加入這個學院呢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那記得要幫我留言按讚分享 才有機會抽中兩張哈利德跟兩個神秘小禮物喔 掰掰